那现在我们要看TS图曲线上面 下方的面积代表热量 TS图上函数曲线下面的面积代表 像这个也是 代表热量 为什么是代表热量呢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因为这些都是可逆过程 可逆过程 S是等于积分DQ over T 那么DS就是DQ over T了 那从这里头 我们把这个两边都成T 然后再积分 DQ的积分就是delta T 那这个积分呢就是S分到SF T乘S 因为这个是变数是S嘛 就是这个 那这个积分积出来 这个积分积出来 它是 等于从可逆过程 达Q就是这个Q 达Q只有在这两个过程里面有嘛 这两个过程的T都是什么 长数啊 都是长数啊 所以它就等于S2解S1 像这一条 下面的面积是S2解S1 所以 这个面积 整个这个面积 连下来一起下来 这个就是 比如说 它是吸热 吸热 然后 从这里回去 这个面积呢 放热 这个当中就是它的net fit 就是它 吸的净热 所以这里就说 TS图上面 函数曲线下面的面积 代表系统吸收 或者是放出热量 好 现在我们要 把这个 这个是卡诺循环的 那它的热效率怎么算呢 热效率怎么算呢 好 因为 因为它是 一个 卡诺循环 所以 ΔU 等于0 比如说 它一个循环里面 Initial State 等于 FinalState 那当然 ΔU是0 Q 就等于W 所以 卡诺循环的进攻 就是这个 这个 和 框框里面的 面积 等于 吸收的 净热 好 那么 W就是这个 框框的面积 等于 Th tc-th-tc 好 框呢 就是S2-S1 就是Delta S Delta S 输入系统的热量呢 输入系统 就是这个 这个热 代表这个 这个要算了 这个都算了 它给T-H 层上SB 净掉 SA 等等 T-H 从这里到这里 OK 从这里到这里 T-H 层上 这一段的长 这一段的长 所以等于这个 这个都算了 然后 就是Th 卡诺循环的热效率 还是可以用 宫的绝对值 配Q-H来除 那就是这个 配这项来除 S月掉 最后就可以化成 E-tc-th 最后我们就看 这个 E的围观观点 Microscopic view of entropy 以统计力学的观点来看 E增加的意义是什么 一个系统进行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过 低值是增加的 不肯定的过程 系统从无序 从一种无序度 因而增加 无序度又就是乱度 乱度增加 我们现在看什么 叫做乱度 假如一个密闭的系统里面 我们 放进N个 一模一样的气体分子 这个气体分子 开始在系统里 产生各种分布的方式 每一种分布的方式 发生次数各有不同 发生次数最高的方式 出现于几率最大 也就是分布出现几率最大 那地别大小 与发生的次数间 有正比的关系 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 假如在我们这个大教室里面 我把门团都关好 封闭好 这个 这个 里头就是空气 现在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的香水 香水 瓶子也是栽住的 好 那我就知道 这个香水是香水 在这个瓶子里 空气是空气 在外面 分明 这个 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是空气 什么地方是香水 好 等到我把这个香水瓶的盖子打开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香水的分子就开始往外面跑 往外面跑 比如说一个分子跑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的排列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就 就 冻结在这里 好 外面空气有一粒 有一个空气分子 瓶子里头 还是香水 这个几率有多少呢 就这种方法有多少 存在的时间有多少 一下就没有了 第二个第三个 就是跑出来了 对不对 就跑出来了 越跑越多 那这个 空气也跑到香水瓶子里面去 那香水分子就在这个空气间 扩晒 扩晒 每一秒都不一样啊 不要说每一秒 每一个 nanosecond它都不一样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就这一秒钟 空气里面的 香水分子 跟空气分子 混合的程度 跟下一秒钟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就代表这个空气啊 还是变乱了 或者它还在进行啊 瓶子里面还是很多香水啊 还在进行 不断进行 假定它进行到最后啊 最后 外面空气的 香水分子跟空气 混合的很均匀 瓶子里头也是混合的很均匀 都很均匀了 还会不会变啊 还变不变啊 以后变得 就说 已经这么均匀了 你再准备 它会不会又把它 最后会不会又变成这个 瓶子里都是香水 然后外面全是空气 可不可以这样子 会不会这样子 也许会啊 可能要等起一年 你慢慢等了 看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生之年 看不到这种状况 不可能啊 不可能 那也就是说 最后 已经混合的很均匀了 我这一秒看它是这个样子 下一秒看它 还是这个样子 那就说 这种分布的几率最多啊 我看到的最多啊 对不对 几率最多啊 就是它的乱度 最乱的时候 乱度最乱的时候 好 从这个观点 我们来看 科学家 Boltzman 搞出 在某种分布方式中的 一 以该方式发生的次数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粒分子 一粒相似分子 在空气里头 这次数就那么一致 瞬间就不见了 但是等到 所有的分子都跑出来 混合得很均匀的时候 哇 这个 这个时候啊 发生的这个次数啊 就很多了 它的乱度啊 就是跟这个 这个有关 这个我们不管它怎么导出来 它用统计力学 我们现在还能学到 那这个K呢 就是 Boltzman Constant Boltzman Constant 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个式子 我们称它叫做 Boltzman 第一方程 Boltzman Entropy Equation 好 现在我们用这个 Equation来算一下 就N个摩尔的理想气体 在自由膨胀中 体积膨胀为原来的两倍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 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 Macroscopic Point of View 算过了 现在我们用 Microscopic Point of View来算 假设系统内 理想气体的 总个数为N 系统内 共有两个气室 我们把这个系统 分成两个房间 起初N个分子 都装在 左边这个气室 而右边的气室呢 没有分子 分子 分子数为0 这种分布发生的 次数 比如说是Wi Wi就是什么呢 N个 这两个气室 一个是有N个 一个是有零 零个 Infecto 上面就是N个 就N个分子 总共有N个分子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他的排列方法 这个算起来是等于E 然后呢 左气室有半数的分子 跑过去了 跑到右边去 然后左右各有半数 然后 那个左右气室 我写 又弄掉了 这种分布方式 发生的次数呢 就是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本来就是N个理 二分之一 起初第一 初态的D 用这个算 D中Wi是这个 Log1等于0 这个就是0 起初的 起初的Entrepy Initial state是0 幕后的呢 就是S F 它等于K 乘上LogWF 这个G 那这个字 我们可以把它 就用个 Natural logarithm的话呢 这个字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个 你们回去再 再算一下 这个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 要计算了 计算的话 要用到这个 Sterling's approximation 它就是 LogN Fact LogN 等于N 乘上LogN 减到N 好 那现在我们要算这个 对不对 这个要怎么算 这个怎么算 用这个诗子来算 这个诗子来算 LogN 就是这个 这个 减着两倍的 K 成为LogN 这个东西再带到这里头去 那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N跟这个 FN跟N约这样子 最后它就变成 变成 这个值 这个可以变成LogN LogN 下上这个 减着LogN 那 负负责 这样就变成 这两个是一样的 减掉了 那么呢 就会变成这个 NK Log2 大NK 可以变成 小N 成R 这个结果跟我们前面的是 一样的 宏观的基础方法 相符合 OK 好 最后一个例题 最后一个例题 比如说在状态 P1 V1 T1 的这个状态下 一个MORE的理想气体 分别 经由 合逆过 合逆绝略过程 跟合逆等温过程 跟合逆等压过程 将体积增加到原来的两倍 现在要分别求这系统 在这三个过程中 第一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 这样 这个一定要会 这都是可逆过程 这比较好算 不可逆过程 不可逆过程的话 你要找一个相当的可逆过程 像我们刚刚讲的 自由膨胀 我要找一个很温过程 来说 好 那就是说 这个A呢 绝略过程 E呢 很温过程 C呢 很压过程 它体积 从V1膨胀到 两倍的V1 求entropy的改变 N是等于一个MORE 可逆过程 因为它是可逆过程 就可以用这个字 这个E后面 加一个MORE MORE漏掉了 一个我们算绝略过程 绝略过程 DQ等于0 所以呢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 就是0 所以 这个式子里头 做绝略过程的话 它entropy没有改变 以等温过程 等温过程 不明思义就知道它的温度 保持定质 DT等于0 因为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 U 仅仅是T的函数 所以DU 所以DU就等于0 那于是呢 我们就有DU 这个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DU等于0 所以DQ就等于PDB 那我们就把PV 这是状态方程 由状态方程 我们又知道 P等于NR over NRT over V 一起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DS 原来是这个 DQ可以变成PDBT 那P over T就变成这个 它就是N等于一个more 就是这个 其实我们刚刚都算过 对不对 我们刚刚都算过 好 所以等压过程 等压过程 它P等于定值 它由这个状态方程 T是定 T是定值 所以PV P1V1 P是定值 所以V跟T成正比 所以T1 T2 over T1 等于V2 over V1 EQ 它是等于NCP ETCPDT N等于E 所以CPDT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EQ CPDT Logger这个 然后 因为 T2 over T1 等于V2 over V1 所以可以化成这个 因为它现在 只告诉你 这是 Volume的改变 所以你用这个式子算 那它就是CP Metral logarithm Logger 2 Logger 2 这样子 好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这个过程会就把它重算一遍 那么我们现在 我再把这一章 从头 再跟各位 重点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OK 各位复习 我们 从这个15章好了 15章来看 好了 好 热力学 第一个碰到的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你这个一定要 要会 这个呢 包括它的符号 符号 OK 符号 Q 如果热量是从环境到系统 Q是用正的 热量是从环境以后 从系统排到环境 是用负的 系统对外做工 他不会用正工 外界对系统做工 他不会用负的 OK 这个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这一定要会 您同这个 这个 符号的规定 OK 然后 我们就说 这热力学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从哀 我们看另外一个 好 没关系 我们先看它的工 好了 工 工呢 就气功里面的气体做工 气体做工 你要记得 DW等于PTV 整个的工就是 PTV PVV 这个 考试 的重点 会叫你求工 OK 那你最好把这三个工 把这三个工 放在一起记 放在一起记 什么时候用这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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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得 那么 工呢 有正有负 比如说 当体积膨胀的时候 就是 他从 影医学的Final 是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就表示 体积膨胀 这是对外界做工 系统对外界做工 所以是正的 如果它是从这边 回去 Initial state在这里 Final在这里 那么V1 V2 V2比较小 那么这个工呢 就是一个 副工 好像这种 工 理想气体的工 怎么算 反正这里 已经告诉你了 刚才遇到这个 理想气体的工 就是 照这个 这个方式去做 那么 铿压过程的工 铿压过程的工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它从 Initial state 到Final state 一个系统 它走的路径不同 它的工就不一样 你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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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任意一条 光温俱区的路 这工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工跟路径有关 热也跟路径有关 西热跟放热 也跟路径有关 什么东西跟路径无关呢 内能 内能的改变 跟路径无关 内能的改变 跟路径无关 OK 内能的改变 跟路径无关 这是一个例子 你这个例子 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要注意 在这里怎么算 现在反正有徒的 大概都是这么算 这个我们就不再算了 这个都算过了 你回去一定要把它看懂 主要这里用到是什么 就是它的内能 这个跟这个内能 不管你走哪一条路 不管走哪一条路 这个内能 有意识跟final 这是固定的 也就是内能的改变 是固定的 然后这里也告诉 路径说 走弯曲路径的时候 它的功 是13个卡罗里 但是我们时常用负的 用负的 为什么用负的呢 因为它是从这里过来 这个体积比这个体积大 所以它是压缩过程 压缩过程是外界 环境 对系统做工 所以是负的 这个你自己要判定 自己要判定 常用的变化过程 这个定义一定要记住 绝缩过程 Q等于零 这个一定要记住 等容过程 工等于零 等容过程是这样 工等于零 要记住 等压过程 等压过程 工是这个 于是内能的改变 可以是系统 对外界做工 或者外界对系统做工 还有就是 它的这个 如果它是状态在改变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水 变成水蒸气 在一百度C的时候 一百度C的水 变成一百度C的水蒸气 这个时候温度没有改变 但是 它会有 浅热 也就是有这个 气化热在里面 这要 这个 要记住 本温过程 你就记住它 温度 内能仅仅是温度的函数 所以 在本温过程里面 温度 引力学的温度 跟final相等 是uf的ui 所以data u等于0 这个要记住 本温过程 du等于0 这个 你自然就会要用到它 OK 好 节流过程 节流过程 那你就 记住它的 它的 它的结果 热力学第一定律 就是u加pb 等于定值 这个叫做anthropy 叫做含 它是代表一种能量 代表一种能量 自由膨胀 这个 确实很重要 很特别 但是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可以算自由膨胀里面 entropy 改变 怎么算 怎么算 我们刚刚才算过 对不对 这个要注意 这个entropy 这个过程 你要注意 它很特别的 就是说 它这个盒子 这体积是固定的 对外界来说 是固定的 它里头自己 有一个隔墨 把它隔成两个空间 这个空间有气体 这个空间 升空 当这个遥控 让它破碎的时候 这个空气就 扩散到这里去 它从这里 扩散到这里 但是对外界来说 没有做工 没有做工 它又是绝热 这个方向是一个绝热系统 没有热的进出 所以这个等于 因此在自由膨胀里面 它内能的改变等于零 内能的改变等于零 那也就是它的温度要维持一定 温度维持一定 Cyclic process 那么我们 就是 UI和UF 这个所有的我们的热机 都是用这个 循环过程 循环过程就是把 工作物质的热量吸进来 做工 然后再排到这个环境里面去 一部分它的 一部分 废气排到这个外面 一部分的热量 排到环境里面去 好 这个是热力学第一定义 所以UF-UI就是ΔF ΔU 那这个是指 从一个状态 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过程里面 它会有能的改变 那这个 那这个 DU等于DQ-P DW或者是DQ-P DV 这个是指 在整个过程里面 某一个瞬间 某一个瞬间 内能的改变 跟这一个瞬间 系统 吸放热的状态 跟这一瞬间 系统做的工 它之间的关系 OK 这是指 瞬间的 这个是指 一个 一个系统 整个系统 整个变化的过程 这些比热的定义 要记住 CV CP 这个要记住 这一定要记住 然后这个 就说 这个是等温过程 因为它是等温 所以这个温度 是T的话 这个就是T加DT 差一个DT 因为内能是温度的函数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内能 都是U 跟T有关 那这个地方的内能呢 就是U加DU 所以这个 从这条线 这个路径 到这个路径 任何一点 内能的改变是DU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 算出 这个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你从 这个 内能 变到这个内能的时候 温度改变是DT的时候 你从A到B 内能的改变 跟A到C 跟A到B 跟E到F 都一样 那我们 后来就是用什么 用等温过程来做 对不对 都是这个东西 这个过程就是说 虽然这个是用 等温过程做的 但是 你从这里 说等下过程到这里来 DU电话还是这个 DU还是这个 你走这条路也是这个 你走这条路还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要记住 以后就是 以后就是 一谈到这个 Ideal gas 那第一个就记得它有PV等于NRT 然后呢 热力学低低率的微分是 DU 等于DQ 减P低率 要记住 还有一个就是 DU 是等于这个 DU是等于这个 不管你是绝悦过程里面也好 等容过程也好 等压过程也好 它是DU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这个 这要记住 这个数字 适用于TL跟TH2等温过程间的 任意变化过程 好 这个 这个计算 你要会计算 你看 我们一讲到这个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是要什么 状态风尘 对不对 状态风尘要知道 然后这个是 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 然后DU是等于这个 它是 它等压系统是这个 DQ是这个 但是它的DU还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算出这样来 我只是告诉你 我只是告诉你 哪里很 要特别注意 那你回去再把我的讲义 好好的看一看 还有就是你们课本上的 内体 每一题都要看 每一题都要看 你不能说这个 看讲义 然后立题都不看 书文都不看 这不行 我们考试用英文考 有时候他就会考立题 好 这γ值就是CP over CA 那是大于一个 绝对过程里面 有这个 有这个 关系 PV的γ值分等于定值 PV的γ 这个推导也非常重要 你怎么样把这个导出来 OK 怎么样把它导出来 这是由 PV的NRT 我说状态封程 你一定要回 然后还有什么 物理学第一点 你一定用到这个 然后第一用 你看到没有 也用了这个 这个都一定用到的 除了PV γ值分等于定值之外 它还可以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 PV的NRT 带到这个里头去 你可以得到这个值 理想气体的共力学 这个 你要注意 这个推导 我就不再讲了 推导不是 我不讲 不是说 就是它不重要 我们看它最后的结果 就是它的平均动能 每一个气体的平均动能 这个景点跟什么有关 跟绝对温度有关 绝对温度有关 OK 它我们看后面有个诗 绝对温度有关 EK是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 这几个都要记一下 有时候它不给你 你也要会 OK 很多时候把这个就 把它妈妈糊糊用2来做 这个用2 Calolic more 乘上K度 OK 用这个来算 所以平均动能呢 我们记这个式子 2分之3个KT 跟绝对温度有关 每一个理想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 是这个 那么它的内能呢 就是气体 就是气体的动能 因为理想气体啊 它 我们忽略它的万有引力 就是说它们之间 互相吸引的万有引力 我们就不算了 而且它又没有体积 所以它没有什么转动 它只有移动 所以这个就 未能不算 转动动能也不算 那么它 就移动 所以它就是 动能 是它的内能 N个 Molecular 就有N倍的这个 那么这个是二分 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你要记得 这个一定要记得 二分之三 大NKT 二分之三 小NRT 就是内能 一个 然后就是能量均分 能量均分呢 就是说 一个气体分子 理想气体分子 它当然只有移动动能 可是它在一个理论 用到我们真实的气体里面 我们发现不太一样 当原子气体 中原子气体 跟多原子气体不一样 低温的 室温的时候 跟高温的时候 跟更高温的时候 又不太一样 问题发生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你们 二个原子以上的分子 它除了有移动 它有转动 除了转动之外 它还有什么 温度更高的话 它还有振动 所以 平常的室温 它是只有移动 如果温度增高 那么它碰到之间的能量 有时候会转变 一部分 会转变成为它的 转动功能 所以它就温度高的时候 转动动能 温度再高一点的话 它会有震动的动能 就发生这个 那么 能量均分就是说 分子那么多 它每一种能量 移动 跟转动 跟震动 它每一种呢 应该都是 占的这个能量的比例 应该都是一样 占的比例应该都是一样的 OK 那么 我们说这个 这个是影响气体 如果不是影响气体的话呢 它就不只有三个 不只有三个 移动的 功能 它可能还有转动 也就是说 每一种 每一种这个 形态的能量 移动动能 有二分之一个 NKT 有二分之一个 小MRT 移动的话 有三个 三种 分量 那我们就说 这叫三个自由度 就是三倍的 二分之一个NKT 三个 二分之一个NRT 如果它 温度高一点的话 双原子气体 它又有转动 转动这个时候呢 有两个自由度 两个自由度 不能有三个 因为第三个 就是绕着 两个分子 连线的轴在转动 那个 那个 转动光量很小 所以它这个时候 有什么 两个 转动 就是五个 两个转动 三个 三个这个 移动 我们 这里都有 对各位 推导 就每一个自由度 每一个 摩尔 就是每一个摩尔 N个摩尔 就是二分之一 NRT 每一个摩尔 每一个自由度的 内能是这么多 每一个 理想气体的分子 自由度 是二分之一个 KT 这是单元素气体 单元素气体 它的这些值 怎么来的 所以怎么搞 今天要注意就是 单元素气体 CB是得二分之三 R 要记住啊 那CB呢 就是CB加R 就是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 如果是双元素气体呢 双元素气体 只有 只有转动的时候 我们不考虑它振动 它CB是二分之五R 像这个都要稍微记住一下 那么CB就是 这个再加一个 二分之七R等等 Gama就是这个鼻子 所以Gama都不一样 单元素气体 双元素气体 它的CB CB跟Gama都不一样 这个要记住 OK 气体分子 速率的分布 这个因为它是一个统计力学 我们都没有学过 这个怎么来的 我们不知道 那么它的积分呢 也 积分 也不容易 积分参与 用积分公式也不容易 你知道这个就好了 知道这个就好 这个 就说 这个算是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了 我们就知道 学过就好了 以后你们 到高年级有需要的时候呢 那会另外的会有一个 附近力学的课 你们再好好的学 好 我看这一章 你就注意到 我前面所告诉你的这些东西 特别特别的留意 然后吸体呢 要做 一定要做 不能不做吸体哦 它就是这些东西在用 用用 好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就应该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